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美剧《鬼作秀》里面的一个短剧 在未来世界,肥胖成为人们健康最大的威胁 于是,科学家发明了一种逆天的减肥方法 不打针,不吃药,不会反弹 而且只要两分钟就可以将身体多余脂肪清除掉 拥有一个无比完美的身材 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是百分之百有效且无痛的 此减肥方法亦已经推出,受到了热烈的追捧 于是,一些肥胖的人纷纷慕名起来 亨利就是其中的一员 他对自己肥胖的身材一直都耿耿于怀 同时,来到这里的还有一个叫凯莉的胖女人 两人互相打了个招呼,便再无沟通的话题 这时候,这个减肥机构的老板斯隆医生登场了 他号称他们的减肥方法适用于所有人 而且,以后再也不用结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说到现在,到底是什么减肥的方法能这么厉害 大家都很好奇 随着强木的拉开,神秘的面纱揭开了 一个外形怪异的生物出现了 斯隆医生介绍道,这是他们在南美水域寻找到的新物种 外形长得像鳗鱼和水质的结合体 经过反复测试和长时间的研究 他们发现这种生物是水质的升级版 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这种生物不吸血 它们只吸食脂肪 接触到人类皮肤后,它们会分泌一种液体 用来麻痹人类的皮肤 然后,它们会利用唾液将人类的脂肪液化 从而达到无痛且快速减肥的效果 还没等医生把话说完 凯莉等人就已经等不及的要付钱 前去接受这种神奇的减肥方法了 但是亨利对这种方式有所顾虑 他决定再观察观察再做决定 虽然医生告诉他,这种方式百分百安全 连医生自己都接受了这种减肥治疗 但还是无法说服亨利 他说这种方法太诡异了,无法接受 于是就走开了 时间来到两周以后 亨利在大口的吃着汉堡 看到眼前都是俊男美女小鲜肉 顿时觉得手里的汉堡不香了 这时一个身材火辣的模特来到他的面前 让他吃惊的是 他竟然是两周前见到那个胖女人凯莉 想不到仅仅两周时间 就产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这下亨利的内心再也无法淡定了 凯莉告诉他 自从减肥成功后 现在的状态别提有多好了 追他的人都排了好长的队 而且现在他还成为了减肥中心的代言人 明天要在电视上做节目介绍 如果亨利想再次尝试的话 可以邀请他做志愿者 经不住诱惑的亨利 第二天还是来到了现场 他准备接受这种减肥方式 此时电视台节目已经开始 电视台的记者正在外面给大家介绍 本世纪最大的一场日食 他说道 因为日食会影响地球的磁场起伏 从而会影响到动物的心情 有些宠物会因此感到烦躁 过来一会儿 日食已经开始了 太阳被遮挡住了一部分 可是他此时突然出现了腹部不适的情况 他以为是肚子饿了 直播间里面 斯隆医生已经准备开始减肥手术了 但是他们却发现 今天这个生物有些反常 显得比较烦躁 医生立刻解释说 可能是他没吃早餐 这时 室外的记者发生了异常 只见他腹痛难忍 随后蹲在地上 然后头部竟然爆炸了 而直播间的凯莉突然也觉得眼睛不舒服 疼痛难忍 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 然后突然从眼睛里面钻出了一只恐怖的虫子 就这样凯莉领了盒饭 此时演播室已经乱作一团 接受了手术的人全都开始发生症状 全部都被恐怖的虫子杀死了 医生健壮吓得不轻 健壮不妙 于是就赶紧逃跑 亨利健壮马上追了上去 立马将他推到墙角 开始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赚钱竟然害死这么多人 还问他为什么不经过反复测试再推广 但是斯隆告诉他 确实经过了反复的长时间的测试 他推测肯定是日食的原因 动物的情绪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恐怖的事件 原本以为这种生物只是单纯吸食了脂肪 没想到他们在吸食的时候 竟然偷偷的在人体产卵 这时斯隆的体内也开始出现了症状 只见他腹部疼痛难忍 随后瘫倒在地 更恐怖的是 他的肚子竟然发生了爆炸 无数只虫子喷涌而出 然后从他体内钻出了一个超大只的虫子 他用触角缠出了亨利 想把亨利变成自己的食物 无奈亨利太胖了 虫子根本拉不动他 最后亨利将一个货柜推倒 压在了虫子身上 就这样 虫子和斯隆医生瞬间被压成了血水 影片最后 亨利捡起了地上的一个势力架 大口的吃了下去 似乎在庆幸自己 还好没参加这种恐怖的减肥方式 看完视频 突然明白一个道理 不管胖瘦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千万不要为了所谓的魔鬼身材 去做一些有损健康的事情 好了 今天的电影收完了 喜欢的请关注点赞哦